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觉得他要成功一定要坚持某个方面的东西 我可能自己的个性会比较像 因为我做什么事也会坚持完美 另外一个部分是他可能对女生 对女主角会比较活泼一点 比较好玩一点 那我自己的个性可能也比较喜欢搞笑 说好 拍了机场戏跟刘雨昕 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女生 她也很喜欢在现场搞笑 然后很好玩 所以我们每一场都过得很快 然后相处得非常好 好多人 玩卫导演呢 就刚才我说过 我们有合作过的 所以我们彼此的那个想法呢 跟习惯都已经算是习惯了 跟张导呢 当然张导我发现他非常细 非常细心 然后他会 他有这个方法让每个演员放松 他讲的东西都会很细 就会告诉你 从开始到后面整个过程 就这个镜头 他要的东西 他会讲得非常细 感觉他人也非常爱心 其实不会 因为我们演一部戏呢 不是完全carry 那个戏份有多重 是因为这部戏是讲女人的 我能有嘎一脚就演这个男生呢 我觉得那个焦点就在那了 所以也不用戏份很重 可是每一场有意思 然后能讲出这个故事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会幸福的 付出的一切 因你都变得 会研究一下要怎么演 虽然我演了很多贵公子的角色 可是 在这方面呢 我会找出一个比较爽宝的 就 比如说对女主角 我在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会给她看我比较 可能小幼稚的一面 然后比较好玩 就比较贴心的一面 我对我这个角色就设计一些 比较白痴的动作啊 就跟她好玩在戏里面 当然要选女主角 因为她是一个很坚持嘛 她这个角色就是坚持 要追求她想要的东西 然后很辛苦的 要度过很多事情 才能得到她想要 不管在事业方面呢 还是在爱情方面 我相信我们进这个组呢 对我来说 我是 其中一个男生的角色 那 每天都跟那么多美女 相处啊 然后 连 连这个 很多 就 舞蹈啊 就 工作人员啊 大家都是女生 嗯 对我来说是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嗯 有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嗯 所以我觉得美人帮 这个很棒的题目 谢谢 谢谢 大家